我们直接EQ跟好友开始玩 然后我们直接登录 大家把星星开到最大好 144Hz玩Q飞球那是真爽 这个都是打开到最高的哈 哇 这个声音很少 哇 哇 来吧 个人精锁啊 我们直接备战 连赛车 好 Let's go 一会就等着看我的尾灯吧 确实蛮帅的哈 别跑太快 等着我 我去 好 各位小伙伴 那我们就先填到这哈 我的速度 我的这个技术确实是有点难过 好 先填到这 这还是蛮帅的 这还是蛮帅的 我还不错哈 看这个地步 这个地步呢 是30 38 36 37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电量 原来是86到84 原来是4分钟 画在哪里 你觉得这个表现怎么样呢 可以打一圈 的这个体验 就是说 用荣耀50哈 用荣耀50 这边有个搭载的高通效能 七七八器处理器 现在温度呢 我的天 已经上升到43度了哈 这个温度呢 控制的还是有点那个 原来玩了10分钟 到了40多度 但是好像 对整个画面的影响 还不是特别 那个 因为我现在设置的 可能是个60帧 最高的一个画质 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耗电哈 现在100%的电 天这个好难打 撤了撤了撤了 撤了确实难道哈 确实难道哈 但是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整个画质还是比较流畅的 好我们退出秘境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一个画质啊 他的一个配置 这儿 图像 我们都是设置到最高的60帧的 没问题的 这是我的队友 带路 带路 他去到哪里了 看一下 今天不该出门的 IP在这里了 没办法传到那边去 我的天哪 好 好 现在能耗了一个电了 再来看看这个温度 哇 现在能证明这个温度 最高应当中的44.4啊 证明一下我这个没坏啊 确实呢 是44.4 好 Let's go 所以778G的处理器还是可以的 诶 那个人呢 在哪 好 走走走 确实烫手 确实烫手 我能感受到这个温度啊 但是这个你要说他不流畅吧 不能玩吧 也没有完全不能玩 你看整体的这个表现还可以啊 对不对 这小哥有什么好打的 被他两刀就打打败了 我的天哪 我看看最后再玩个十分钟 或者说五分钟 我的温度会不会超过五十多啊 好 消灭十一只怪物 保护不被破坏 敌人再度来袭 敌人再度来袭 好现在呢是百分 还是百分 我其实觉得这个店还是蛮烂的 看一下现在呢还是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五